歡迎光臨 關心精華車案的最新進展 今天早上北檢是再度提訓了兩名被告 那分別是李文宗以及彭震生 那李文宗的話真的是好久不見了 因為上一次被提訓大概是在10月初的時候 但期間其實檢方也約談了非常多的證人 包含是東森集團的高層等等 這些人來到北檢的目的 都是要來釐清金流以及政治獻金 到底是怎麼捐出去的 也就是金流的部分 所以說今天再度的來提訓李文宗 恐怕也是要針對這些金流的部分 再度的來將證詞來和李文宗來進行比對 那至於彭震生的話 今天已經是他第八度的來遭到提訓了 事實上他昨天就已經來過了 今天又再來 那外界也預估也解讀 這個彭震生會不會接下來 有可能會被側動來轉為污點證人呢 因為他現在這個次數已經是高達了八次 也就是被提訓的部分 這個次數已經是所有被告裡面最多的了 所以說現在彭震生很有機會 可能可以轉為污點證人或者是認罪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的 其實是接下來呢 是昨天的柯文哲的部分呢 其實已經是五度的來提訓了 那昨天他把眼鏡拿下來放到口袋裡面 現在也被外界解讀 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跟相關人士打暗號呢 也就是因為呢他不清楚整齊還能偵辦進度 所以說來透過一些小巧思 來讓外界來知道說 可能柯文哲現在呢是急需外界的幫助的 但是呢因為現在柯文哲可能還是不認罪的狀況 所以說現在外界也預估啊 接下來呢柯文哲炎壓的機率可能非常的高 尤其又加上呢他的貼身帳房橘子 現在都還在日本還沒有回來 而且呢周刊也爆料啊 當時呢橘子是在應小威 被這個出關前被被逮捕之後呢 才接著出境的啊 所以說柯文哲呢 當時可能已經有準備了啊 那他們也表示呢 其實柯文哲當時似乎是叫橘子帶著400萬 以及另外一個藏有這個私障的隨身碟呢 趕快到日本去避風頭 那現在呢因為橘子本人呢 都還沒有回來的情況 好 儘管他現在是證人 但是呢因為他手上握有太多的證據 以及相關的金流 所以說現在如果他還是不回來的話 接下來柯文哲呢 恐怕都還是有理由來被羈押的 但是呢因為現在預計在28號呢 就是這個應小威的這個羈押起碼的日期了 那回推5天前呢 就是檢方必須要來申請延壓的時間 也就是23號的部分 所以說如果在23號之前 橘子都沒有回來的話 接下來柯文哲和這個應小威等人呢 都很有可能會來遭到延壓 所以說現在呢 整體按鍵持續走向 走向會是如何呢 我們會在北檢來持續為你做掌握 先讓時間鏡頭交換給朋友 再倒接下來我們會找到